AI浪潮席卷而来 从人机互动、讯息传播、医疗保健、交通等各领域都有显着变化 也许带来了繁荣与便利 随之而来的挑战与风险也必须克服 这些议题值得大家深思 中佳宽平攜手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科技创新与任性社会论坛 探讨AI科技与当代社会的互动 我昨天走在校园里面 在活动中心的前面的海报的每个地方 看到就在最近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校园里面其实有好几场关于AI的相关论坛 所以表示AI一定是受到大家非常大的重视 我就举几个数字 根据我们现在产业的分析 AI的相关产业全球来看的话 在未来十年 每年会以17到19%的这个速度在成长 那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台湾还有美国的国家的GDP的成长率 大概是这几年 大概是两点多个percent到三点多个percent 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过去十年 也就是台积电最快速发展的这个时间 每年大概是13个percent的这个成长率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AI的产业 它整个产业的产值 当然比这个台积电要大得多 然后是以17到19个percent的速度在成长 所以这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到 未来在很多的经济活动 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的工作就业上面 AI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将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 过去几年新闻所持续办的这个大型的研讨会 到了今天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新闻传播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去探讨 我们其实深刻认识到跨界研究 跟跨界的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除了AI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之外 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导入了跨领域的思维 所以不管是在技术面的应用 然后社会影响面的分析 最后去总结在这个怎么样 面对AI发展的这个治理的议题的探讨 所以希望就像刚刚院士所期待的 希望今天这一场研讨会 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AI生成的影像和图片 已经为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改革 也充斥在网络世界中 丰富了视觉表达的可能 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 关于AI创造的讯息 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当你是透过辨识理解生成 其实不是只有讲这个文字 像GPT这种缺法 你可以去生成 其实你所有的影像 你的声音 你的歌 歌曲也都是可以生成 那比如说我们在 在今年年初也发表了一个 AI的音乐学习生成的工具 那以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流行音乐 透过很简单的 透过你输入一段字 那它就可以帮你 产生这段字相关的歌词 歌曲及伴奏 那这个结果其实也在 我们也在网络上放出来 我们请 一个AI歌手在网络 YouTube上唱了半年 但其实没有人发现 他是AI歌手 大家可以听一下 听得出来 就是AI和成本 举手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在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人工智慧 因为他讲的比你强 他唱的比你好听 他去做各种语言的论述 他会比你更完整 所以这个缺距离佛 他出的这个报告就是 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在 跟缺距离佛 他所谓的 是美国的各种的考试 跟缺距离佛做比较 大部分的人的标准的考试 缺距离佛都会赢人 尤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 在纽约州的这种 法律系的考试 如果这样缺距离佛去考的话 他会赢90%的人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律师应该都是考不过 缺距离佛 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 关键动力 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唯有深入了解资讯科技 如何被应用在社会 才能掌握科技塑造 未来的方式永续发展 记者温云军台北不到